为强化农业政令宣导花莲县政府和吉安湘农会产销班举行座谈会 县长徐正卫立委傅昆琪还有农业处长陈淑文及吉安湘农会的理事长肖万生 总干事张德琪也都特别出席 县长表示说花莲是农业大县 在农友乡亲携手同心之下培育出优质的农产品享誉全球 县政府未来会持续辅导农民提升农作品质 附加价值也兼顾环境永续 让花莲好香好水永续长存 县长徐表示花莲农业用心投入耕作 县府正在辅导立场上补助农民添沟资财 提升作物的产值并且降低成本 近来县府积极推动有机农业 鼓励农民们发展智慧农业 提升农业经济效益 并且为花莲幼稚有机农特产品形象推展世界舞台 在我们在进行田间作业 或者我们务农或者是畜牧业或者是养殖业 有任何需要花莲县政府的地方 请大家不吝惜指教还有提出来 因为毕竟我们现在的农业处都是行政 都是在做行政 第一线十阶有十座的都是我们亲爱的农友亲爱的班长 而班长要做的就是提出来我们的产销班有什么需求 遇到什么困难 如果属于栽种技术上的 那我们就请农改厂来协助 那如果是属于我们的有一些补贴 或者是农机具中央可能没有补贴 那我们地方因地制宜 地方政府花莲县政府都愿意也可以在这里 在法令的允许之上 我们都可以给予协助 怎么样让我们在地的农业能够走出去 现在全国各农会的竞争都非常激烈 跟早期的农会都不一样 现在大家都是跟世界的潮流迈进过程当中要同步 所以我们的农友的要求也越来越多 本来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要与时俱进 所以在过程当中农会也不断地在进步 因为现在一个资讯非常发达的时代 我们都看到各国先进的农业的发展是如何 台湾适不适合我们是不是要跟进 农会农政单位也必须要跟着各位农友 或是带着各位农友一起来成长 欢迎生活表示在金安乡共有22个产销班 生草 毛猪 稻米 山酥 芋头 果树 特用作物 珊瑚瓜 融栖菜 丝瓜 青葱 韭菜 甜椒 番茄 有机蔬菜 柠檬等等 农民们透过班农们之间相互学习以及资源 通通利用资产降低生产成本 进而提高农业经济效益 促进生产收益 幸福也会持续支持在地农友以及辅导农会 共同提升花年线农业竞争力 记得喜欢见下报道